我叫张海龙,大家可以叫我Jason 今天我们聊一下安卓出海 主要是这两年国内的比较卷 大家没有办法才会选择出海 看了一些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年我们做移动端的离不开移动设备 从数据统计上来看 我们这两年的移动的设备的数量增幅不太多 用户使用时长也没有增幅太多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们的PPT可以把它全屏放 这样的话比较小,看不太清楚 对,播放就好了 好的,没问题了,没问题,谢谢 OK,就是国内这两年比较卷 卷的KUNA数据来说明 就是国内这两年移动设备的增幅不太多 大家使用APP的,使用手机的时长也增幅不是太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用户的增长放缓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统计了各个赛道 就是被前三名的AQ的伸透率 感觉都已经挺高的了 想从一个,想在这几个领域内 再做一个新的APP确实有点难度 所以说国内这两年总的一句话就是有点卷 然后国内卷了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转在海外 然后这两年我们国家也是出带了一些政策 支持我们出海 有一系列的鼓励政策 还有各方面的税收各种政策 另一方面就是看一下出海 然后看一下海外的环境 我们看一下这两年 就是从数据上来看 在欧美地区 互联网的渗透率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北美地区已经达到了85%以上 欧洲地区已经达到75%以上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看到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的拉美地区和东东地区 以及我们的亚洲地区 它的用户的互联网渗透率在不断的提升 尤其是我们的亚洲地区 我们人口比较多 一直在往上上升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做这几个地区 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但是欧美地区也还是比较有潜力 因为他们那边相对来说互联网渗透率比较高一些 而且欧美地区的付费意识比较强 如果是我们的APP做付费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欧美地区 这就是大环境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就鼓励了我们的小伙伴 可以考虑考虑一些出海的计划什么的吧 另一方面就是出海我们做什么 我们统计了一些出海出海的不同的行业吧 第一方面就是游戏一般来说为主 在海外出海游戏是比较久的历史了 然后这几年游戏的收入增幅还是比较可观的 尤其是就是 可以听到吗 没问题没问题 OKOKOK 游戏的增幅还是可以的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内除了游戏之外 还有还有别的类别 在别的类别里面我们统计了一下 在TOP1里面还是视频照片类的还是比较多 比较受欢迎 视频音视频类的就体现在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直播 音视频的直播 还有社交这一块 然后还有一些短视频这一块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购物工具娱乐类型的还是其次 这几个类别在不同的地区 我们就称为大区 不同的大区表现差不太多 我们如果是可以参考一些这方面的数据 尤其是这两年的娱乐 社交类的出海征服还是比较可观的 尤其是前几年的疫情 前两年的疫情 对社交这一块刺激还是挺大的 这两年去年看一些出海的 社交类的社交鱼类的公司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OK我们就看完上面的数据就总结一句话 我们国内的小伙伴卷完国内 我们开始走出国门 开始卷国外去吧 作为我们的移动端开发者 那我们只要是做APP 我们就离不开应用商店 那我们走出去的移动应用商店 大部分都是Android Google Play 苹果 App Store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我们国内比较 比较牛的手机厂商 它有自己的海外商店 像微博小米 Oper 他们都有自己的海外应用商店 这一块也能占不少的用户流量 如果是我们目前在做Google Play 海外项目的 可以把我们的APP 同时上架我们的微博小米 Oper 三星这些海外应用商店 也是有一定的下载量的 OK OK 我们讲完了我们的 讲完了我们的这些 开始走出去 走出去我们就重点讲一下Google Play Google Play在海外还是 用户的占有量还是非常大的 只要我们的APP 商家Google Play 就要遵守Google Play的一些政策 对于别人的规则和政策 然后在Google Play 它有一个专门的文档 来告诉我们他们自己的规范 有一些受限的内容 我们有些不允许上线的内容 还有关于资产权的一个说明 还有我们隐私协议 一些这方面的政策 这一项规范吧 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 这些隐私政策 我们比较注重的一块 因为我们的APP只要开发的时候 就牵扯到一些权限 尤其是6.0 安卓6.0以后 动态会有权限 在权限的话 国内要求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但是国外它要 你要把每一个权限 说得很清楚 你要 比方说你要什么权限 为什么要这个权限 我们有一些 比方说 Camera权限 麦克风权限 我们的SD卡权限 这些东西 你要给它 你要都给它说明 另一方面 其他的对我们开发者来说 就是不同国家 它的国家的政策不太一样 就像韩国一样 韩国它 对一些APP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比方说 你登录 你的登录所有的用户 都要绑定用户信 绑定手续号 如果在韩国 不绑定用户手续号的话 它可能会把你给下架 我们上架估计 一定要遵从 估计的一些规章 但是也有一点好处 像我们上架国内的APP 我们都需要软注 国外这方面要求不太高 另一方面 像我们国内一些APP 都会有打开APP 就可能会谈隐私权限 用户协议 或者说青少年模式 但是在国外的一块要求还没有这么高 大家可以了解一些 另一方面就是商家 我们商家Google Play的时候 它要求的是 现在Google Play要求是用打Bundle包 就是APP AEB Bundle包 以前的时候Google Play要求是 就是Bundle包可以用 APP也可以用 但是我们国内的用户商店 一般都是打APK的多一些 所以说我们以后如果是做海外 做出海的话 这是我们的一个Google Play后台 Google Play后台它这里就直接 就直接说 现在就只是 只是叫做 叫做Bundle 以前的时候是叫做 APK All Bundle 现在必须是就是Bundle包 那APPBundle在这儿Google Play 我们的Developer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其实打APPBundle包也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我们的Android Studio在打Bundle的时候 就是在打Bundle的时候 去评一下上面是Bundle还是APK 一般来说现在打出来的Bundle包 那打Bundle包的时候 打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AEB的包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 如果是大家出海的话 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现在Google Play的Bundle包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Target SDK要求比较相当高一些 它要求必须是31以上 我们这里32 在Google Play那边要求是31以上 也就是说是Android12 Android12以上以上要支持 要支持Android12才可以 就是Android31 支持Android12以上 这是我们的打Bundle包 大家知道Bundle包 是打出来的是AEB和我们前几年 就是我们的APP如果比较大的话 我们会打OOB 会用于OOB资源包 但是AEB和OOB还是有区别的 还要注意一点 Android的Bundle包 Bundle包是不支持OOB的 大家如果是尤其是游戏类的 如果是资源比较大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些 OK这是讲解我们的 大家又会问了 如果是打Bundle包的话 Bundle包不能直接装在手机里面 那我们的开发和测试之间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我们就做的就是 我们开发完 我们会打出来APK给我们的测试人员 测试人员去测试和回归 然后如果测试没问题了 我们会打出来 我们最后会打出来一个AEB的包 然后上到OOB上去 然后如果 如果他想 就是回归测试我们的 线上的包怎么做呢 我们这里有OOB 有Testing 有开放测试 封闭测试 我们可以直接用测试去做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包 上传到OOB上去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Bundle的Bundle APPBundle管理 我们可以把我们上传的 上传的包 然后再转化成 转化成APK的形式 上按着APK 这里面有签名的APK 还有未签名的APK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APK 再下降下来 再过我们的测试去回归测试 也是可以的 下一个就是 很多做过海外的小伙伴 可能就会 头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Google Play签名的问题 很多时候 Google Play 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帮助包传上之后 发现我们的签名 发生了变化 和我们本地的 和我们本地的 我们的K-10的签名 就会有些有所有所区别 原因是因为这样的 Google Play 它有几种 Google Play是有几种支持 几种签名的方式 然后Google Play支持是有这种 这三种签名的方式 一 你可以在本地使用的时候 或直接可以使用Google Play 给你的签名 但是这个签名我们要去按照它的 按照它的一些的步骤 去生成这一个K-1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用本地的 但是你牵扯到我们的 谷歌登录啊 牵扯到我们的 Facebook登录啊 需要这些签名的时候 你要生成 你要获取到谷歌 这个二次签名之后的签名文件 然后获取到它的 它的签名文件 然后上传到我们对应的 上传到我们对应的 Farebase的后台 这样才能实现 线上项目真正的 能够实现Google Play的登录 和Facebook登录啊 这就是我们Google Play 有一个二次签名的问题啊 大家可能要做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再往下就是 我们商家Google Play 很多时候都需要变现吧 我们一方面是做用户流量 用户流量 用户数据啊 日活 提高日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需要变现的 呃在Google Play 它在海外 我们我们国内都是支持 微信支付网支付啊 在海外都是用谷歌支付 我们的APP都是谷歌支付 AP10到AP10到有自己的支付方案 有自己的支付SDK网 那在谷歌这里 它也有自己的一套 谷歌的 呃 谷歌的结算系统 这个文档 也在我们的developer里面 写的还是比较详细啊 就是我们在 接这个结算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版本啊 就是现在一般来说 都是接比较新的版本 在呃 现在谷歌的支付 现在有5.1.0 和三十几的版本 还是差别挺大的 大家在在升级的时候 也可能要注意一些啊 它的呃 对接对接的流程的文档 也比较详细一些啊 首先就是还是常规的操作 首先对接入我们的 接入我们的SDK 然后初始化我们的SDK 现在这里面就说了我们的 初始化我们的Client 然后下方的就是连接Google Play 都有一系列的方法去连接Google Play Start ConnectGoogle Play 呃 但是呢呃 这里面 这里面 现在谷歌这两年对对我们的国内的用户的支付 呃 就是 开始开始禁止 相当于说如果是我们Google Play的国内账号 它是不允许它是连接不到Google Play的 所以说这两年我们的很多测试人员发现 我们呃无法进行内购 无法进行进行测试了 就是我们经常能那个呃 呃 一debug的话发现这儿Connect会失败啊 它的result不是零 就会失败 就是因为是我们的账号是国内账号 所以说大家在呃 测试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账号切到美区 切到国外去啊 不要不要不要让它是中国大陆啊 下面呢就是连接到Google Play之后 呃我们就开始开始呃展示可以购买的商品啊 呃在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是它有Google Play 呃Google Play Google Play在这这在这里 在在我们的Google Play那个后台呃 我们是商品呢做我们的商品就是有两种商品 一般呃做两种商品一个是内购的商品 叫in app products就是我们的内购商品 我们一个商品有一个product ID啊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订呃订阅的商品 subscribe我们的订阅的商品 然后在我们操作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根据我们的product ID一系列的 可以把我们的商品拉出来啊 拉出来就可以展示出来啊 然后大部分在这里公司正常的逻辑里面是我们的商品是通过我们自己的service去拉 拉到一个商品的一个list的product list的 然后根据这个ID去比对 因为这个我们的app是分布在不同国家 所以一些不同的货币也是根据Google Play来的 我们的服务端只能拉到一个 只拉到一个商品列表 但是里面的商品的price价格 是需要我们通过Google Play 这里获取到进行对比出来的啊 然后展示商品 当用户开始购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启动购买流程 也都现在是比较简单一些啊 可以拉起来 用户的支付流程 支付界面 然后可以通过他的信用卡 通过他的什么 去支付啊 当支付完之后 我们也可以拿到这一个 有支付的回调啊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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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交易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支付的回调 然后告诉我们支付成功了 然后我们告诉我们的自己service ok这个用户支付成功了 但是购买里面 我们支付的时候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要消费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 要记得去消费啊 就把这一个商品消费了 像这个费用才会 才这一个交易才能真正的完成啊 如果你出现了消费失败 或者说购买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现在5.0以上 4.0 5.0以上的版本啊 都是有一个可以拉取我们的意思订单 提取我们的交易记录 然后对我们的交易记录 可以再次消费 这样也是没问题的 就防止我们的漏单嘛 这是我们讲的Google Play 支付的一块啊 下一个就是我们做 下一个就是我们做出海的话 就离不开多语言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可能要适配不同的国家 适配不同的语言 然后在很多公司开发的时候 就是这个多语言的问题挺头疼的啊 我们这边做的方法还可以 就是我们在我们用谷歌文档啊 谷歌 Excel 建立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文档吧 里面这是我们的K 我们的所有的文案的K 然后对应的不同的国家 然后谷歌这里它是支持脚本的 我们可以通过脚本 通过脚本 我们有它支持 就是我们通过GS脚本可以直接把它给拉下来啊 这是我们的Local 然后这是Android 这是我们的对应的不同国家的语言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脚本 然后 然后 这是我们的一个GS脚本啊 可以直接把它拉下来啊 拉下来之后对应我们多语言 我们就直接可以把我们多语言呢 可以直接把它把它直接直接一键啊 复制到复制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样我们相当于就把我们的多语言 一键更相当于更新玩吧 嗯 嗯 大家如果如果需要这种脚本的话 可以可以找我啊 今天内容多一些啊 分享的可能稍微快一点啊 呃 就是客户端需要去呃 好几个脚本拿下来 放到我们的项目里面啊 啊 OK 下面上面就是说了一些Google Play的东西啊 下面就是说我们很多国内的用用 想说完海外的话 可能会一方面走到国内 一方面走到海外 但是呢 还不想负责两套代码啊 这个怎么办呢 很多时候我们设计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啊 就是我们的 上层的界面是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跑出来我们的我们定义 我们的接口也是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会做很多的接口 比方说我们的登录 我们把我们把登录做成一个模块 或者说做成一个interface 我们打成一个AR类似于这个意思 或者说我们的上传啊 这些东西都把它做成一个模块 这些模块对我们的业务来说就是一个登录 然后国内的我们实现国内的业务 国内的底层库 然后海外的我们实现海外的底层库 然后对展现出来就是上层的页面一样 然后暴露最后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说底层的库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很多一套APP 既走国内 既走海外的两套一套做法吧 然后如果这个底层库不同 它就相当于牵扯到大部分都是常用的 都是SDK的不同吧 其实出海还是有 海外也是有不少的SDK的 然后我们国内也有相关的 业务也是支持一些出海的 就是国内一些服务 我们的我们的国内的一些商案 也是支持它出海 比方说我们腾讯相关的SDK 我们腾讯SDK常用的有腾讯的RM 腾讯的 是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可以把窗口放大一点 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想把它投播放 其实也是能稍微看得清晰一些的 或者你就在点播放好了 对 你鼠标选定在PPT选择的地方 应该会有一个播放的按钮出来 对 就是我们常用的国内的我们的腾讯的 腾讯的RM 腾讯的Steeper 甚至腾讯的服务器 也是它支持海外版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缓 我们常用的环线 环线 云线这些东西 还有生网 我们只要是做音视频的一块 经常会用到生网 或者说极构的一块 他们也是支持海外的 还有我们的智捷 智捷相关的SDK 它不只是智捷里面有打点 我们的统计 还有智捷里面的火山引擎 他们的美颜滤 对应这些都是支持海外的 另外就是国内的 就是SDK说到这里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也可能会接一些海外的SDK 海外的第一 我们商家Google Play 我们又离不开谷歌的很多服务 那谷歌的服务 第一谷歌 谷歌这里它是有很多的服务的 它的服务比较多 我给大家给展示一些 可以根据我们的业务去找对应的服务 这是谷歌Cloud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服务 我们常说的谷歌的服务 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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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的机器学习 Testflow Testflow 在谷歌的里面做的还可以 另一方面 谷歌还有一个比较 谷歌还有一个比较 牛的工具 Firebase 一般只要做我们移动端的 都会知道Firebase 那Firebase里面的功能比较多一些 我们一会儿单独去讲 另一方面只要是出海 我们还基本上还离不开 还离不开一些 Facebook Facebook系的 Facebook系的里面有Facebook FB 和WhatsApp 还有Instagram 这些都是Facebook旗下的 我们Facebook有Facebook Login 三方登录 还有我们的分享 我们很多把App里面的东西分享到Facebook里面去 还有我Facebook里面打点 他的买点 这一块 还有WhatsApp 它里面还可以做到 还可以做到一些 为了节省我们一些的短信成本 可以去对接WhatsApp 因为国内在国外在WhatsApp的使用率是比较高的 大家如果是这是比较大的 如果是大家做亚洲或者做日韩项目 就是对一些他们常用的Line Kakao 这些常用的这些App 也要了解一些 这是出海常用的一个商管的DK 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以后可以跟我们探讨 另一方面就是 刚才说的谷歌 我们可以用谷歌的一个比较大的服务 叫Face Face Face在我们 在我们小伙伴的开发里面 可能出海基本上都会用到它 因为它的初衷就是 类似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商场服务器 它里面可以做很多的服务 它的服务 我们先说一些 我们先说一个简单的服务 它可以买点 像有我们国内的 国内的有盟 有盟统计很多买点 然后 它的文档 它的文档也比较详细一些 大家在对接的时候 它的这些官方文档里面 我们可以开始可以可以去对接 对接也比较简单 一样的一样的套路都是 接入SDK初始化开始记录实践 比较相对来的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等我们的统计 是我们的一个项目 这是我们的运行的一个项目 统计上来之后 我们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的Firbiz固台 但是Firbiz固台需要 需要翻墙去看 国内的墙还是限制的 不太好的 我们一会可以再看 OK 这是买点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用的 Firbiz Firbiz 它有一个服务 就是Firbiz推送 第二个就是Firbiz语音消息推送 叫Firbiz Cloud Message 简称FCM 然后这一个用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国内我们的推送 有激光推送 各种可以有国内的对接 但是国外 它不支持的一块 一般来说都是用Firbiz多一些 Firbiz也是 它是支持Android 是都是支持的 然后它相对来说 也比较实用一些 Firbiz FCM 语音消息推送 就是像我们说 我们安卓段说到就是一个Push消息 Push消息之后 就是我们的 我们加一个我们的Notification 然后给予物显示出来 然后如果是它有个好处是 当用户杀了APP的时候 有些就是在国外 它的手机还是可以收到的 它是可以 就是在APP死的情况下 APP杀掉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收到这个推送消息的 然后用户点击这个推送是可以拿起来的 在Firbiz消息呢 它这里就是文档也比较详细一些 大家如果对接的话可以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体验在我们的APP里面 这是文档 体验在我们APP里面它的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平台 就是我们的Firbiz 我们的Firbiz后台 它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后台 是可以帮我们进行推送的 就是我们的运营的运员什么的 可以进行从这里进行推送 只要把我们的一些消息结构 告诉给他们 包括我们的推养链接 无论是外链或者内链 都可以在这进行设置 这是Firbiz的Cloud message FCM的一个比较不错的工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Firbiz 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的一个 这个身份验证它集成了Facebook 集成了谷歌登录Facebook登录 在这看一下 身份验证这里它集成 它现在可以让我们去选择登录的方式 有邮箱可以一键登录 还有Facebook登录 还有相应的Github登录 还有包括支持我们的App登录 App登录只是App手机上去支持 苹果接入了Firbiz SDK可以支持App登录 这是我们常用的上海的DK 不过你可以自己去对接 谷歌登录有自己的谷歌登录的 SDK 还有Facebook也有自己的Facebook登录的 SDK 都可以去对接的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在Firbiz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给大家看一下 Firbiz里面还有一个实时数据库 Database Database我们可以用它 存储一些我们的数据解构 就是它的Firbiz的初衷就是 做一个没有服务器的App 无Server的App 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服务 放在Firbiz上面 然后我们的App只要做 我们就可能会离不开我们的服务器 服务器里面大多就是用户的一些数据表 Database里面Firbiz database 它有实现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各种表放在里面 然后存起来 而且它是在离线的动作下也是可以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云存储 我们只要有了数据库 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存储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图片 音频 视频这些 都会 都要有一定的路径去存储 然后Firbiz也支持了 它就Clouds.SD 这个SDK也是支持的 但是它如果是我们免费的话 只是一个G的大小化 Firbiz里面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就是Firbiz plus 就是plus 类似我们国内的bug里 它是可以比较直观的 看到我们的APP的 我们APP的崩溃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般来说 只要我们的APP上架之后 我们可以 我们 对 Google Google它是支持灰度发布 在灰度发布的时候 我们都刚开始都会发布少量的 发布少量 比方5% 10% 等我们 会通过我们的Firbiz后台 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崩溃率bug率 然后再去 再去决定我们是否继续放量 还是发一个bugfix 然后我们的bug率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的一个APP 它的crash free是99.96% 然后它下面会列出来 我们哪些地方去有工费 会有NR 这是它的crash 那一块儿 统计接进去 接的话 对一页也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我们这里都有详细的文档 Firbiz里面的crash analytics sdk 接的方法 接的方法 看一下也是相对来是比较常规的 首先就是还是一样 接入我们的sdk 现在Firbiz比较好处 现在它有一个大的bomb 总的sdk 然后我们有引用哪个功能就可以 就可以对接接进去我们哪一个功能的sdk 然后下面就是引入sdk之后就开始初始化 就开始初始化 开始初始化设置 强制加一个崩溃 其实就很简单 只是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创造 sdk加进去之后 我们Firbiz初始化之后 这里就可以进行统计 统计我们的crash了 类似我们的bomb 使用起来都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非常实用 还有 还有一些我们在我们日常 在我们的日常项目开发中 我们还可以用到一些 remore config 就是远程配置 比方说我们配置一些 跳感链接 或者说加一些 甚至我们有一些小的 ab也会用remore config 它是一个远程的配置 然后下面 Firbiz他有一个自己 Firbiz他有一个自己的 就是ab test 在我们所有的项目开发过程中 都会离不开我们的ab test 就是测试 有plan a plan b 甚至plan c 然后我们看哪一个 哪一个plan比较好一些 做一个ab test 这在我们的Firbiz后台做的 体现的也比较好一些 还有Firbiz里面 还有一个常用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动态链接 Dynamic Link 就是类似我们 APFirbiz里面叫Deep Link 就是我们 APP里面分享出一个链接 然后如果 分享到三方Firbiz里面 如果用户点击这个Firbiz 如果他手机装了这个APP 可能会打开这个APP 如果他手机没有装的APP 可能会去到App Store去下载去 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功能 动态链接 最后一个就简单 再说一下 Google Play里面 谷歌嘛 他的在 在机器学习方面 在AI方面做的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 他有一个机器学习库 在Firbiz里面 也有一个叫Firbiz Machine Learning 简称MR 然后它里面 主要的目前的 主要的功能就是文字识别图片 标注这些常用的功能 和GPT 还是有的 还是照着人家稍微差一点 稍微差一点 不过对我们的常用的开发者来说 也是够用的 而且它的 像它的模型 它的神经网络的一块 都比较好理解一些 我们直接可以把它ID可以接过来 现在把它Model直接接过来 模型接过来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 省去了我们中间的很多训练模型的时间 对我们上层用的开发者来说 会使用很多 OK 今天讲的比较多一下 大家如果是时间有限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相互交流 OK 好的 麻烦去看 麻烦老师去看一下那个QA文档的问题 OK OK 第一位用户的问题是海外用户的付费意愿会比国内多吗 还可以 因为海外海外这一块用户的付费在这么多年的培养下 他的有一定的付费习惯 而且国内国外都是用新款的多一些 他们直接会用新款支付比较便捷 而且 我们这一块订阅的一块 就像我们订阅包月的一块 有很多用户都会订阅上之后 有可能会忘记取消订阅 会每个月干韭菜吗 哇 有一位同学说的比较好 问海外他支持个人开发者吗 其实海外对个人开发者还是比较友好的啊 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应用商店 他都是很多都支持只支持公司的名义啊 个人他不太那么友好 但是国外他对个人的个人开发者比较友好 其实我们上架Google Play 或App Store 以个人的名义也是可以上架的啊 只要我们有一张微擦卡 就可以去申请网号 就可以上架我们自己的APP 就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啊 嗯 嗯 嗯 国内国外 另外一小伙说 打包的工具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打包工具 打成打成AEB 和打成APP工具没有什么区别 你要用 你要用我们的Under Studio直接打包 可以或者用脚本 脚本可以直接打成我们的AEB 也是一样的 就是改一下我们的脚本就可以了嘛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Google Play的支付支持国内营养卡吗 Google Play的支付 现在还不支持国内营养卡 而且现在Google Play 对国内的限制还是相当多一些 呃 甚至我们Google Play 如果是中国大区的账号的话 它是不允许你支付的啊 嗯 另外一个就是Firebase的接入手机登录收费吗 Firebase这一块都是 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这 像我们的Firebase推送啊 这些常用的Firebase登录啊 都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大家去接啊 没有问题的 OK 时间有限 要不就暂时回答这几个问题 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交流啊 好的 那麻烦选三位中奖的 OK 嗯 你直接念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我我我我来记下来 OK 嗯 嗯 涨得像榜兰根吗 这位用户提问的问题比较好啊 支持个人开发者吗 还有一个 嗯 技术在南 这是第二位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问题比较好一些 一个上网叫 大地蓝 第三十六位小伙伴啊 好的 OK 好 那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儿啊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啊 一起去 转完国内转国外啊 哈哈哈 OK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 OK 谢谢大家